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尿拔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 明知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二月 一百九十二月第三号 第二号 第四号 这个祭司讲到 灭因灭于祸 祸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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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于痴阿 陷阵极灭 这里再讲到生死的根源 从原体里面来讲 生死的真解在我见我爱 那这里叫做吃极爱 那么就是我见跟我爱 无名跟贪安 这个是我们之所以生死的根源 因为有生死才有一切的苦 所以要从根本上去断除这个苦因 所以佛法讲苦极灭到 就是学佛是为了离苦 那么苦必须找到它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 然后找到断除这个苦因的方法 那么把这个苦的根本断掉了 念了一切苦 那么自然就不会再受苦 这个不会再受苦的境界 就叫做灭 叫做灭牌 所以他这里讲到 解脱于痴阿 无论是知见 无论是邪悟 都不再受烦恼的欺负 那么把烦恼彻底都去除了 那从根源来讲 就无名跟贪安 就是这个痴阿 就是我见跟我爱 那么去掉了之后 那么并不是你把你这个 正的这个无我 他并不是就没有烦恼 而是烦恼的根源断掉了 真的出国的人还是有贪生死 还是有烦恼 但是他已经把根本断掉了 即使有烦恼 也不会看起来 也不会太大 所以真的出国的人 无论如何都不会过三六道 那在经典里面讲 不只是正出国的 不会过三六道 那性行人 法行人 那么 虽然还没有正无我 但是 对于无我的道理 我见我爱 身人 生人 要运 就是非常的细节 那么 这一种 像这一种的正见真善我 虽然还没有正出国 那也不会过三六道理 就是对于 这个烦恼的根源 他基本上理解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理解 这个我见我爱 是烦恼的根本 他就不会再做三六道理 那因为他找到了烦恼的根本 他就会预防他 控制他 让他不自已不断的扩大 就好像你找到那个火源 你一下子没办法扑灭他 但是你绝对不会让他慢点的太快 太厉害 那你都不晓得火源在哪里 从哪里烧出来 你这边火灭掉了 那边的火又烧起来了 这边火灭掉了 那边的火又烧起来了 因为那个火源不断 但是你已经找到痛苦的根源 烦恼的根源 痛苦是因为业 业是因为烦恼 烦恼的根源就是我见跟我爱 就是讲的痴跟害 你已经找到了 当你找到的时候 即使你一下子 没有办法测读的消除它 但是你绝对不会让它 无限制的蔓延 你已经知道 你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即使你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不起烦恼 但是你绝对 你绝对会控制它 让它不至于一起 一直造越造成你的痛苦 那这个就是正见真伤的重要 那正见真伤基本上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信解 了解烦恼的根源在我见跟我爱 那么你从这边去控制 从这边去管控 那么基本上 那渐渐的到你确认 你确认 而且断了这个身见 那烦恼的根源 基本上根基本上是拔起来的 那拔起来并不是就没有烦恼 还有 但是它一定会短时间里面 看你的善根 或看你的用功 那么有可能 短时间里面它还是有 像正出火的 七次人天王岗 七次延长的 那还是会起烦恼 但这些烦恼不至于让你过恶道 很多就是人天人天 所以你修行最重要的是 找到痛苦的原因 那么烦恼的根源 那么铁语它适当的方法 就是道 那么对治它 这样你渐渐渐渐的 就会所谓的向善向上向解脱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部分北传的修行者 没有在这一点有功夫 我们的修行 我们所谓的修行 很少连结到五欲如我 很少 也很少去找烦恼的根源 我们要找的通常都不是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而是能够帮我解决痛苦的菩萨或佛是哪一位 或是找到一个可以避开痛苦的地方 我们的观念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找到可以帮我离苦的佛跟菩萨 第二个找到可以避开这些痛苦的地方 那我去那个地方 或是我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菩萨 比如说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那找到这些菩萨 那么我的苦就靠它解决 或是找到一个地方 找到一个净土 我到那边不会受苦 所以我们的观念 所以我们修行的观念 不管你是念佛 拜参 慈咒 诵经 慈戒 你这种种的方法 我们一般来讲 很少连结到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用什么就是苦起念到 痛苦是为什么 怎么样可以远离消除这个痛苦 就是我们不太去找痛苦的根本 而只是用很多的心力去找 能够帮我们解决痛苦的人 跟可以避开这个痛苦的地方 那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佛同的教导 基本上就是痛苦 你一定要就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然后找到解决痛苦的方法 而不是找到一个可以帮我解决痛苦的人 这个人可能是佛 可能是佛 然后找到可以远离这些痛苦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是净土 可能是天上 这一些基本上 我们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只是方便 佛法的究竟在于 你用正确的方法 消除你自己的痛苦 而这些痛苦都是你 因为愚痴 因为贪安 就是无名贪安 而自己造作的 那么现在你还必须 把原来迷迷糊糊 颠颠倒倒 烦烦烈烈的心 变成清清楚楚 那么明明白白 那么这个清清静静的心 那么来消除这些痛苦 就是我常常觉得 我常常说佛法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 第二个你要知道 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痛苦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不管我为什么会受苦 我莫名其妙就受苦 那么你不找方法 你找的方法就是 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帮你解决痛苦 这样是错的 所以你现在学佛应该要拉回来 佛头教我们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苦其灭道 苦是你自己的苦 你要知道你的苦是由你的心 因为无知 因为无力 因为无奈而造作的 夜 那么这些夜让你现在 或者让你未来 或者让你过去 会受苦 那这些苦 自然都是有因有缘造 那么就可以有因有缘可以消除它 那我们北传的 其实很多佛教徒都这样 这样反而更严重 都是祈求一个有力量的人 来解决我的痛苦 或是受一步奸 或是念一尊婆 或是拜一步惨 然后这冥冥中 就会解决你的苦 你都不晓得 你都不晓得 痛苦 你不会去找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你如果车子坏掉了 不管是脚踏车 机车 汽车 你坏掉了 你一定是迁到哪里去 迁到那个修灵的店里面去 如果你自己会修灵 那你就会找原因吧 看是火星山 撕掉了 或是没有缘 或是没有去找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汽车坏掉了 你旁边金钞钞拿出来 念念的回车给他 等一下车子看他能不能开 不可能吧 是不是 但是我们解决的方法并且是这样 你没有去找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事业不顺 为什么我身体不健康 为什么我人缘不好 为什么那个人专门针对我 你都不去寻找这个原因 你只是统一的方法 我念金钞经文下 我念地上经文下 我要写消灾台位 我要写往生入位 我要点灯 那你车坏掉了 你怎么不给个盏灯 你车坏掉了 你怎么不让他写 写一个消灾台位 你为什么要去找出 车坏掉的原因 是不是 那你想想 我们解决 我们要解决一部车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要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房子漏了 我们都要知道 到底是他以外漏水 都要把它找出来 但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的痛苦 你自己的房子的问题 你都知道 车坏的问题 你都知道 要对症下 要找到问题的真结 可是你自己的痛苦 你自己的问题 你都没有想到 要去找到痛苦的根源在哪 你想一想 我们所谓的用功 所谓的修训 什么时候跟无我连结上 因为我见跟我爱 疑痴跟贪安 文明跟贪安 是痛苦的根源 烦恼的根源 生死的根源 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 因为他从来没去找 他不去找这个 他只找一个 他只找一个 还要找观音菩萨 找地上菩萨 找阿弥陀佛 找阿弥陀佛 而且已经告诉你 你证得出果 就决定可以出生死 那为什么 没有人 去了解 到底什么是无我 怎么样证得我 你想我们学佛学这么久 我们什么时候 很专注的 很努力的 很用心的去想 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有我 我的烦恼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会起烦恼 我是怎么样起烦恼 起了烦恼又怎么照业 照到业又怎么受苦 这整个过程 这整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 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样把它转回来 什么时候我们这样想过 没有啊 那没有 你可以出你生死不坏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 解决痛苦的钥匙 在你的手上 你却一直去找人家拿钥匙 造成痛苦的原因 也在你的手上 你却一直去找别人来解决你的痛苦 你自己造的痛苦 要你自己解决 我们说解灵还是虚灵 因为你的我见我爱 不断的照做烦恼 照做恶业 因烦恼而照做业 你才不断的受苦 你如果自己不解决 千佛加持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没办法 所以 现在我们一定要拉回来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不要念佛 不要诵心的 要 这一些 它是方便 滋养 你没有这一些 你心不安定 你心不明白 诵经是让你的心明白 念佛是测发你的信念 让你的目标明确 修定是让你的心专注 持戒是减少你的 减少你的恶业 因为你不持戒 你因为这些恶业 你会有很多障碍 持戒是为了减少你修行的障碍 修定是为了让你的心有力量 念佛是为了让你更确认目标 心专注 有信心 那么这一些是帮助你 在思维补我 在找到 在修这个 断这个生死的根源上 它必须要的力量 滋养 所以 后面的所谓的道 它有所谓的三学八正道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的滋养 你的善根聚主 那么所以 如果你的善根聚主 那么有可能 你一失为无我 你就断生间 甚至就剩阿罗汉 吴比丘 吴比丘佛跟他讲 讲这个 讲这个缘起宗道的道理 他也不久就剩阿罗汉 沐建年舍利佛 也是不久就剩阿罗汉 不用一个月 不用一个月 七天十四天 大家设 也是很快就剩阿罗汉 那这些就是他 因为他之前就聚主 他的心有力量 他的障碍少 他的障碍少 如果你的障碍多 单单要把这些障碍去除 你知道会有很多时间 这一条路 你要从这里走到那里 很简单嘛 比如说我这里 你要走出去 那么 如果后面有绳子绑住我 我必须要把绳子什么 解掉 前面有桌子担住我 我必须要不绕着走 要不我把桌子搬掉 那有多少张桌子 我就要搬多少张桌子 或是绕过桌子 这个 每一个人 因为他过去所造作 都有一些障碍 那么这些障碍 他要先去除掉 你的心散乱是一种障碍 你的心不明把也是一种障碍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你的脚也有力量 你要有智慧 那么 虽然前面没有东西挡住你 你脚麻了 你也走不动 你也走不过去啊 走不到啊 那走到那里 你要先找到这个钥匙 走到那里 你去到那边 钥匙打开就出去啊 一定会靠你了 那现在我们先啊 第一个要先确认方向 门就在那里 钥匙就在我手上 那我慢慢慢慢走 一步一步走 你也许 从这里走到那里 你先拿到钥匙 从这里走到那里开门 也许 也许 也许一天 也许一个礼拜 也许一个月 也许一辈子 也许一大阿甄提醒 就很难讲 但是如果你已经找到钥匙 我不用那么久 因为 第一个 我们之所以很久 是因为 你不断在寻道的过程 就不断给自己障碍 你不断在走过去的方向 又剩下很多东西 让自己 绑住自己 或是障碍自己 你不直接 你就不断的因为 你就有业障 有爆障 有烦恼 有烦恼 不断受苦 这些烦恼 这些恶业 跟这些苦 没有 你会让你的心 会让你的心 不清楚 不明白 没有力量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有智慧 智慧升不起来 定力升不起来 你没办法 那这样你怎么休息 你休不了 但是 你拥有一切 你却没有要死 你也要去不去 你有见 有定 有知识 有学问 但是 你却不知道 关键是我 你不思维我 你没有正的我 你就算脚痕有力量 一下子就可以跑很快 前面东西有任何障碍 前面没有挡住你的 后面没有拉住你的 你也一定要跑不出去 你没有要死 你开队了 你就在这边绕 这边绕 甚至你也不想绕出去 这个就是 大部分人的修行状态 他念佛 他持戒 他持咒 他诵经 他拜餐 他种种的修行 都没有跟无我能接上 那么这个 如果你没有跟无我能接上 不要说这一生 你不能解脱 哪一生也不能解脱啊 你这一生没有中解脱的善根 哪一生怎么解脱 你必须这一生先中解脱的善根 然后慢慢让他成熟 就算没有成熟 哪一生也可以 依这个因缘 再继续修 那么他会成熟 你这一生都没有中这个善根 要经过肿熟脱嘛 他是这样的 肿熟脱 脱是解脱 手是成熟 肿就是怎么样 要做善根 那个脱肿 那我们解脱的善根是什么 首先离欲清净 然后要怎么样 要趋向无我 你没有我戒我爱是生死的真结 无我离贪 离欲清净 这个是解脱的关键 那么你没有这一些 你也不做这一些 你没有这样的思维 没有这样的行为 你没有离欲的这个行为 你没有无我的思维 你怎么想解脱 要从何解脱 你有办法解脱啊 所以我们现在 但是我们看我们 我们大部分北传的 基本上很少去思维 即使你天天练心菌 官知在菩萨行政坡 都不能够照见我们天空 舍利子社福一宫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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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佛教我们90%都会练心菌 那你练完了 你想什么 你有想 我说五云无我 五云是什么 你有去思维 你有去分别 你有去了解 你只知道面网的回想 就是大家 你去思维 什么是五云 为什么五云无我 为什么舍不予空 空不予舍 为什么受想行事 你有去好好思维 这个道理 没有啊 那没有啊 你有怎么解脱 这个就是解脱的关键 所以他告诉你嘛 官知在菩萨行政坡 或者不能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切苦恶 你必须你要离苦 你要度一切苦恶 你根源就在什么 就在鼓立身上 或者讲六处也可以 或者讲六戒也可以 或者讲元旗也可以 你没有去了解这个道理 你没有去了解这个道理 你所有的修行 你所有的修行 都在旁边道理 不管你是念佛 宋经 慈奏 拜餐 慈戒 从种 都是在旁边道理 道理道理 道理道理 道理不出去 所以我们早晚课做些什么 不过就送天 不过就念佛 不过就打坐 那你说这些没有效吗 有 看 这一些都是为了帮助 我们说过 减少你的障碍 增加你的心力 让你可以 比较没有障碍 比较快速的 可以震得我 可是 你做了这一些 你又持戒 你又布施 你又念佛 你又打坐 又光呼吸 可是 你就是不关照 你念佛 不能解脱 不能解脱 能离苦 短暂离苦 表面离苦 不能究竟离苦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没想到这些事 我们多数的佛教徒 想都没想过 梦都没梦过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核心拉回来 拉到什么 他都好好观察 一个人 人 为什么会有痛 你会发现到 痛苦 是由业 业 为什么会有业 为什么会造业 是由烦恼 烦恼怎么起来 烦恼不过就是 我们的感官 接触到这些境界 就是眼耳彼此的生意 对射身相畏处 那么我们了别他分别 跟我们的经验相结合 叫做处 那之后就引起我们心里的总统反应 那这些反应 因为是跟我见我爱相结合的 所以就会怎么样 贪爱辞取 照总统的业 是这样来的 我们仔细想 那这个佛陀其实 在2500年前 反复讲反复讲 可是我们都没有学到 我们知道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是很约广的事 那现在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 知道苦的根源在哪里 解决痛苦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常常说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福报 那没有福报 你不是去求佛拜神 那么供养财神让你有福报 不是啊 没有福报你要知道 没有福报是一种业 这种业让你没有福报感受到苦 没有福报是一种痛苦 那这种痛苦是因为你过去 两种业务 迁灯或偷盗 然后不修佛 那么造成的 那么现在你要怎么改善它 你不是去求财神 求观音菩萨 求南格兰 求你得你的 不是的 你是应该要 你是应该要学习观音菩萨 学习财神 那么怎么样 哪里需要 谁需要 就去给谁 谁 哪里需要 就去帮助谁 要舍你的迁灯 因为你的迁灯 所以不管别人会不会受苦 你去拿别人的钱 别人本来有钱 别人没钱 不会受苦吗 钱被偷了 不会痛吗 对啊 可是你不管 因为你现在需要钱 你只想要解决你的痛苦 不管别人会不会痛苦 那么这个反而会造成 你自己会不断的受痛苦 那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佛陀跟你讲的嘛 有业有报 那苦的更远在哪里 苦的更远要不就是 如果你贫穷悲贱 要不是你 就是你没有故事持戒来 你没有不持戒不故事嘛 不故事就造成贫穷的果报 或是迁灯 虽然你就是你迁灯的故事 或是你偷到 偷到原因更严重 他一样会感到贫穷的果报 那悲贱是因为你不持戒 那么这些都会造成你这样子 那么你应该要反省 改变 改变你的心 改变你的业 改变你以前的业都是恶缘 因为你都伤害人了 现在要改变你去帮助了 恶缘转成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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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他才会成的善缘 那你没有 你没有你到处做消灾法会 然后到处拜仗 行为不改 心态不改 怎么改 火报怎么改 改不了 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都是这样 那你想想 你学的真的是佛法 不是 基本道理都不知道 所以很麻烦 那进一步 所以佛法的第一步是先明白因果 明白因果 废报的道理 佛法的第一步是这样 那再进一步 再找到苦的根源 从苦的根源下手 就无我了 所以 世间的失踪这件 就是学佛的第一步 有善有恶 有烈有报 有过去有未来 有凡夫有胜利 先了解因果业报的道理 知道要从哪里下去 先把我们现有的障碍 烦恼 先让它不那么重 因为这一切拖住你 让你的智慧起不来 让你的力量起不来 你的心没有力量 心没有力量 做不了事 然后再接着 出世间的阵线 是什么 俗行无产 朱法无我 烈盘死之间 但世间的生命无产 了解到一切法无之间 彻底的彻界 无运无我 和什么 和正入烈盘 灭一切苦 像欣欣讲的 照见五云皆空 悟一切苦 那必须要什么 行生波勒波勒 行什么 修行 修学 修习 这个 古云无我的道理 圣生的这些道理 武法就讲 武法就是这样啊 那你先掌握了这个 其实 修行的方向就很明确 不难 真的不难 那你没有 这一步经送过那一步经 这个菩萨拜过那个菩萨 这个山超过那个山 意义不大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 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了 其实你很清楚 你应该要做什么 那么你会心中有一种笃定 我就是这样走 不管走到什么时候 就是这样走 走多久 我就得到多大的意义 我不知道我可以走到什么时候 但是 我很肯定要这样走 你就不会说 哎呀 现在 现在我这个问题 不知道送哪一步经比较好 不知道拜哪一步参比较好 不知道求哪一个修哪一个法门比较好 你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个是你搞不清楚状况 你才不知道 我这个病 要找哪一位医生比较好 要吃什么药比较好 就是这样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生了什么病 所以就好像我讲 就好像你口渴 很解干嘛 这个水我喝的就好 我不用去求什么 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就好 你现在很口渴 这里没有水 你就知道哪里有水 有水 你去买一瓶水 你也不知道 我口渴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不会吧 为什么 你很清楚 你这个是口渴 你这个喝水就好 你不万一口渴很慌乱 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 看可悲解可不过 那现在我们的苦 我们找不到他的点源 不知道他为什么都你了 所以 你这个菩萨 求过那个菩萨 这一步经说过来 步经 这步唱拜过来 步唱 你还是不安定 不知道可不可以 会不会 这一次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效 这个菩萨参加过那个菩萨 这个菩萨 写过那个菩萨 然后呢 然后还是暖然 希望他会产生改变 希望这一次有效 佛法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发现到 我们发现到这个 尤其是北传 其实南传北传上传都有点 南传也没有特别出生到 因为 大部分人学佛还都是明信 信 信没有说 但是明信 大部分人学佛还是明信 刚刚苦疾灭道 就都不知道 只知道 归一佛不作弊 归一法不作弥 归一法不作弥 归一生不作出生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归一法 什么叫归一法 什么叫归一生 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是很约广的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 把这一些过去的错误的观念 都改正过来 佛陀出现在这个世界 第一个就是改正 当时那些沙人 波罗人 错误的观念 主要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这样做 并不能解决你这样的问题 你这样的结果 并不是究竟 并不是究竟 那么你不要把它当成 这个样就是究竟 那我们现在很多也是这样 我们会认为 我们我们诵经就是修行 我们念佛就是修行 我们观呼吸就是修行 是没有错 但它不是究竟 它是帮助你解脱的方便 这些 至少你做这些 都是要让你的心有力量 我们叫做主要是两个 定更会 专注亲民 主要是让你的心 然后戒是要让你没有障碍 你如果没有持戒 你心会有忧悔 它就是一种障碍 你还有戒的障碍 还有抱的障碍 还有烦恼的障碍 所以 让你没有障碍 让你的心有力量 让你清楚 那么 你就什么 你就可以走向解惑道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所以 重点就是烦恼 戒是为了调服烦恼 预防烦恼 定 戒是为了预防烦恼 定是要调服烦恼 会断除烦恼 那烦恼必须找到烦恼的根本 如果你只是调服这些小小的烦恼 你把预滩调服住 你没有断掉 那还有涉碍 就算你把预滩断掉了 你还要断涉碍不涉碍 一样呢 那么 所以 你必须把烦恼的根本 那你有力量断烦恼的根本 你必须烦恼不中 你才要办法断烦恼的根本 你障碍不多 你心有力量 你才要办法断烦恼的根本 所以无肉会断生间的无肉会 必须在至少是味道低调 或解的话至少是味道低调 就是什么 你的心要具备 基本的力量 这个力量 如果你的智慧够力的话 至少你的障碍也提到那么多 你剁了三二道 这个叫暴障 活暴 你没有办法升起 在三二道里面 你没有办法升起 在天上太过享乐 也不太会升起 所以要让你理喻就是怎样 因为很多的过关都是从 你执着无欲 这些但是不是做了这些就好 不是啦 苦行外道 佛陀当时一麻一脉 根本就不来酌无欲 也不能解脱啊 他都嗅到飞响飞响 心都不散乱了 真是也不能解脱 为什么 没有找到那个根本 后来在菩提出家找到了 告诉了我们 但是他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那个时代就知道的话 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就迷失了忘了 所以我们都在滋末上 都在滋末上 所以永远大师就大家都讲 截其根源佛守应 摘业寻知我不能 那我们现在这一些 就是我们做的这一些 并不是没有效 但是如果你没有通向不握 那么你这些都是摘业寻知了 你不动不断 你不动不断 他不动长出来啊 你哪里摘得完啊 但是 你也不是说这一些 比如说你灭火送监拜占这一些 他也不是没有力量 他是他就是在培养你的心 让你的心有力量 但是你的心有力量 你拿来做什么 你就是要斩断烦恼的根源 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我见我爱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道理 一定要谨记在心 然后你要知道 有力量的心要让你吸引有力量 那么有力量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好好思维 我 无我是什么 那我们平常都是一者我的 那么一者我 而起种种的我爱我所爱 我们都自体爱跟性戒爱 那么这一些不断在我们的周遭里面 不断巩固 不断巩固 那现在我们理解了 我们就慢慢把它淡化 一下子也没办法 慢慢把它淡化 慢慢打 不断告诉自己 这个都是一言合同 五韵不我 不到我 那么你慢慢去思维这个 理解这个 你终究 这个才是向解功 向上向上向解功 如果你的法里面 如果你的修学的佛法里面 没有无我这个选项 没有无我这个概念 你的不是真正的佛法 所以佛在阿安基里面讲 什么叫说法 五韵六处无我 这个叫说法 什么 为什么 佛陀 佛陀跟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外道 最大的不同在什么 在无我 其他戒定 会有一些都是一样的 讲业力 这个也不讲一样的 定 外道也修定 外道也持戒 外道也讲智慧 但是 原起无我的智慧 这个是其他外道不知道的 也因为这样佛头才会讲 只有在我的生团里面有解脱 其他的不容易有解脱 为什么 他连无我都不知道 他从解脱 他都没有潮于我 甚至佛陀们是什么 真我有解脱 他的修行就是要见到真我 见到真我 点多生烟 生到饭烟 他不能得解脱 可是他不知道 他以为这样就是解脱 这个就是那一国性 那这一部分佛陀在普提树上成果之后 不断的告诉那一些要修行解脱的人 但是这一个环节 传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 那么 丢掉失落 以至于我们大部分的佛教理 大部分的佛教理 只知道念佛送见佛 拜餐吃种 不知道观无欲无我 不知道怎么观 也不会观 想都没想过 梦都没梦过 真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可惜 好我们来看 那现在讲到 因为这里就是在讲这个道理 解脱要解脱于什么 痴案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一些根本解决了 那么你才能够痛苦 才能够彻底解决 这样就能陷阵到涅槃的极灭了 因为诸法无我 就通向涅槃极灭 你要证得诸法无我 就是五孕无我 那么你就断生死的根本 断了生死的根本之后 慢慢这些烦恼就一个一个断 因为根源没有了 它不会长新的 就算有 是因为它过去的力量 那是活头角的 树根拔起来的 它还是会长叶子 但是是因为它这个树根本身 却有一些养分 它还会滋养 它是长不了多久 因为没有新的攻击线 根没有了 所以它即使再长也长不久 所以它讲会陷阵极灭 陷阵是什么 亲切的当前的正位 就是当下你就感受到的 是无肉的直观体验 就是体验到的就是体验 那么得到解脱自在的安乐 涅槃体验是现实所验证的 并不是死了之后才有的 这个是佛法的特色 所以佛法基本上是有宪法热准的 就是你当下是可以体验的 有没有效 你是当下可以观察得到的 当然有一些并不是那么 马上就可以知道 但是这个是 你有你当下 你烦恼有没有熄灭 痛苦有没有减少 这个其实你是当下可以感知的 那么有一些修行 也不是死了之后 死了之后才知道 不是这一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 那么即使是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也都是活着的时候就知道 并不是死了之后才知道 不是是活着的时候才 活着的时候就要知道的 那我们很多佛寡都变成 你现在就是修 死了之后你就会知道 不是这样 这个是奇纳教徒苦行外道才这样说 苦行外道一直受苦一直受苦 苦到因苦而死就會解过来 那么有一些回教徒 像衍兵他在打美国 他们用那种仿炸弹要死 去炸炸飞机炸什么的 你为阿拉斯政 你死了 天堂有很多的处女在等着你 天堂有你一个很大的地方等着你 死了你就知道 很多宗教都是因为 死了你才知道 死了你就会知道 所有的功德 因为你这样牺牲了 因为你这样苦行 因为你这样做 然后这些功德在你死的时候 都会显现出来 佛法的功德不是死了之后才显现 而是活着的时候就可以验证的 送一部经 我们也是这样 其实我们的观念是这样 我们送一部经 功德在哪里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有功德 所以我们就回向 其实不是的 功德送完经有没有功德 你是知道的 为什么 你不清楚的 你清楚的 你清楚的 这个就是功德 你不明白的明白了 经就讲道理的 你不知道怎么修 经告诉你 你是在知道的 他就是功德 就好像你不知道路怎么走 看了这部经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 痛苦原来是这样来的 我这个痛苦就是这样造成的 你本来不清楚 你不会做的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现在读了经之后 你清楚了 你知道怎么做的 那不就是功德吗 你本来很恨一个人的 你本来很恨一个人的 读了经之后 知道 怨恨只是带给自己痛苦而已 那么 并没有对自己 没有好处 而且还会给自己的未来 造成一个不好的因缘 那么你看了之后 知道降服千辛的方法 那么 你用它来降服你的千辛 你把你的怨恨释放掉 这个不就是功德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就变成 我们读完了经之后 那么我们就认为 读完了之后 会有功德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功德 功德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那现在 现在 我们读经 不要像以前这样 你读过就好 不是 我们要明白 就好像这本成果之道 你把它当成金来送 送完了 你不知道要道理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他就是在讲道理的啊 讲道理你要明白道理啊 他如果这个是要让你的心 远离五欲的 你读了之后 能够远离五欲 如果他让你远离真 但是呢 远离造最后的月 用地藏经 告诉你 有什么地义 什么地义 这些地义都是造什么月 造什么月来的 过那个地义的 你听了之后 请记在心 都可以造这个月 以后会过那个地义 你记起来啊 而且你以后要造这个月的时候 你有请决心啊 那就是功德啊 那个就是你读地藏经的功德啊 可是很多人没有这样啊 什么时候送避藏经 觉得自己叶藏重的时候送避藏经 什么时候送避藏经 有亲人管生的时候 为了超顾他送避藏经 你真的有因为自己有一些痛苦 有一些烦恼 不知道问题就在哪里 去找经验来看 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吗 没有 你读了经验还是 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那你读完这一部经 没有功德 你读了这一部经之后 改变你的行为 调整你的心态 确定你的方向 你读这一部经就有功德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死了之后 你才知道的 没有 你一念读 一念修 你就一念知道的 内心的烦恼消融了 就是慢慢慢慢 修行的过程 就是消融烦恼的过程 直觉到无障无碍 平等不动 自在的圣经 叫做疾念 疾念 疾念就是用虐盘 这好像从火宅中逃出来 领虐到安全与清涼 也像从烦恼消斗 凡消斗争中 享受到和谐和平静的境地一样 经论没以极尽妙理 来形容这念 那么这极尽妙理 导师这里有的 一般来讲 涅槃 一般我们说涅槃有四项 又说涅槃有四等 大圣里面讲涅槃有四等 我们来对照一下 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涅槃四项 一个是面 老师这里是写极面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一般是写妙 一个是静 但是如果写清静的静 做些努力 煩净妙理 灭净妙理 好 那么灭 一般来讲 无一句子论来讲 灭盘的事项 灭是什么 诸运禁顾 灭是窈运禁顾 灭就是灭一切顾 為什麼會有五孕 五孕至聖 所以當諸孕禁 就不受後有的時候 孕是什麼 孕就是聖 那你色戒聖 玉戒聖 色戒聖 無色戒聖 都是一樣 這個就是有 諸孕 他是説 諸孕禁 禁 有的是寫這個禁 有的是寫這個禁 沒關係 他是説 禁 楚 煩惱 我時顧 Entrepreneur 因为烦恼造业,造业才有鼓音声 妙解脱安乐 无众换顾 作业一切苦 另外离 远离诸苦 远离诸苦 远不再生 这个是这样 脱众哉故 脱众哉故 苏圣功德 另外有一般我们说到 有所谓的灭盘士德 对照看 灭盘士德 这个是大波涅槃经里面说的 所谓的常热我境 常热我境 众生是四种天堂 不过在形容灭盘的四个 对照看 常热 常热我境是什么 常 就是你所得的正觉 很常不变 你的觉悟 你成果就不会在成果中生意 一直是种觉悟的状态 觉悟的就一直在觉悟状态 只是正恩正经的状态 从来没有思念不正经过 那么这个是常 正觉也很常 觉悟很常 热 热 热是因为灭盘了 就灭主一切烦恼 无有诸谷但受诸谷 其实他是无有重谷 就是 所以他就是 没有任何的苦 我就是得自在 我就是得自在 得大自在 那么 静就是 泥珠烦恼 无有烦恼 灌珠烦恼 我们讲无有烦恼 没有任何的烦恼 所以就清静 因为他已经断进一切烦恼 那么 得大自在 那么没有一切的束缚 那这个是一般来讲 所谓的灭盘事项 那都是在讲灭盘的功德 如果从导师这里说 经论中没以极尽妙里来形容灭盘 灭盘就是灭 所说的热也不是冲动性的热感 而是舍去烦恼重担 而得来的自在 叫离戏之热 那我们来看 经典基本上是怎么说 经典上 我们继续参数 当寒经在讲到灭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他是讲这样 杂阿喊六十一间 他是说 这个世明为妙 世明其境 你看杂阿喊六十一间 他说世明为妙 到底什么是灭盘 当然在这个副派五六也讨论 因为佛没有讲太多什么是灭盘 只告诉我们什么不是 不是什么 比较少用是什么 因为他不是世间的东西 很难形容 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来讲 那这些是大概用世间的语言来说一下 常常世明为妙 那么 世明即进 世明舍离一切有余 爱尽 无欲 无欲 爱尽 爱尽 灭尽 灭尽 灭盘 这是形容灭盘的 那如果我们把念法挖开来他 那基本上面有几个形容词 妙即进 舍离皆有余 爱尽 无欲 灭尽 佛老师这里是讲到 即进 妙 那前面又说到 这个安全清凉 清凉即免 那如果从这个 我们从这个另外 从 固派里面的匹波沙里面来说 他是这么说 因为这个有些有翻译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照其他固派的来看 这朵阿比坦博沙 这位论 在解释经的论 他说 若比丘观极灭法 那他讲此事妙女 此事跟世女是一样的 此事妙女 所谓静爱 我们可以对照看 这里是 他是爱尽 他在静爱 那 我们可以对照看 再说 这位论功夫 那是 灭继 灭继 灭绷 灭继 那这个也是在讲 讲这个涅槃的功德 那你看他这个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名义 爱敬 敬爱 妙礼 那一样礼是他这里 只是妙礼 那四文明的妙 极灭 妙礼 他这里是极敬 妙 舍一见 妙礼 所以基本上是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他的一个概率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 他其实是都在讲这个灭法 那后来具责论里面 就是布派里面就把它大概贵纳为四种 就是我们说的灭敬妙礼 就变成后来可能就是这里说的灭敬妙礼 那他写极敬妙礼 灭敬妙礼 我们看到的是这些 但是后来就是灭盘的四项就变成灭敬 有些写这个静的这个静 清静的静 极静的静 灭敬 导师这里是谁 灭敬妙礼 导师这写极静妙礼 但是极灭的是不是一样 但是他实际是灭敬妙礼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论师里面 那跟杂案里面的对照起来 大概大概是一样的东西 那贵纳起来是所谓的四项是这种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对照 那我神以敬 犯恨以利 所作与伴 不受厚有 如果我们对照 正阿罗汉的时候 我讲这四句嘛 我神以敬 犯恨以利 所作与伴 不受厚有 那么舍离间有余 可以说是不受厚有 那我神以敬 那犯恨以利 犯恨以利可以是在这里 我神以敬可以是在这里 那我神过 不受厚有应该是在这里 所作与伴 等于是这里 我们可以对照 但是不知道什么对比较好 就是一般正阿罗汉是这四项 我神以敬 这都解脱之间 只是最后一生啊 不再有下一生啊 所以一切有 不再有下一生啊 可能是这个 我神以敬 犯恨以利 就礼意清静啊 那修了修了 那可能就是这个 所作与伴 所作的就是要灭尽一切烦恼 应该灭尽 应该灭的烦恼 那修什么是灭烦恼 烦恼灭尽了 才能够得灭吧 所作与伴 不受厚恨 不受厚恨 那这个不受厚恨 人是这个 那我神以敬 人是这个 爱敬 那不受厚恨 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 但是也是可以对啦 因为也没有这样对 但是它基本上是 就 我们来看就这四个 那我神以敬 有余可能是 你可能是不受厚恨 那 所作与伴是灭尽 那 犯人眼睛 是五一 那我神以敬 可能就是爱敬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会这样对上 我神以敬 犯人眼睛 手作与伴不受厚恨 因为阿罗汉 正阿罗汉都会 都会 解脱就有解脱之间 那烈盘解脱 吴欲 吴欲基本上是贯任于命 那灭尽 灭尽 应该是灭尽一切烦恼 所以它是所作与伴 所以剩下就是 舍于一切有余跟爱敬 那这个应该是我神以敬 舍于一切有余应该是在 这个不受厚恨恨 那爱敬 那应该是我神以敬 大概是这样 那这里就包括灭盘的四项四条 然后 再含有所谓的解脱之间四种 那我们可以对照看 那导师是因为这样讲经论 那我们就有一个经一个论 来 来 来 帮助我们理解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 老师到底是哪一个经哪一个论 那因为他写的这些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 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是这样 好 人灭苦疾者 唯有一圣道 好 好 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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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